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米娜,一名生活在美国南加州的地产经纪人和注册会计师 2021年的1月20日,乔拜登正式成为了美国的新总统 白宫一主,政策法规也推陈出新 那我们普通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这些新总统 这些政策上的变化会对我们到底有哪些影响呢 今天就让我们来一起聊一下,分析一下 新总统上任可能的政策会对我们的房产市场有怎样的影响 在推动和维持美国房产市场上,拜登的计划举要之凡 大多都集中在负担能力上 以下是他可能会尝试推进的一些政策 第一就是15000美金的首次购房者的税收抵免 那么第二就是督处各大银行重新发放FHA的贷款 第三就是鼓励新建单户和多户的住房 现在让我们先来聊一下15000美金的首次购房税收抵免 这个前几天在朋友圈已经传得飞飞扬扬了 拜登提议提供15000美金的首次购房者税收抵免 也就是Tax Credit 合格的购买者可以立即获得该抵免 而不用等到报税计 从而这笔钱就可以作为首次购房者首付的援助 比如说用来支付Closing Cost等等 那么这一项政策一旦开始实行 会对我们的房市具体有怎样的影响呢 毋庸置疑 15000美金的福利 为很多首付资金不足的家庭带来了福音 使他们获得了购买房屋的能力 这也就增加了市场需求 用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市场供应保质不变 需求增加 那么房价也会被带高 简单点来说 就是如果实施首付税收抵免的政策 房价会在目前飙升的基础上 更加的加速增长 那么拜登的这项税收抵免提议呢 是以2008年4月至2010年4月 已经生效过的购房者税收减免为参照模型 之前的政策呢 是为了通过激励人们购买住房 使房地产行业摆脱大萧条 可是若是仔细想想啊 当时的税收抵免要解决的问题 与当今存在的问题其实是不大一样的 在2008年的第一季度 房价不断的下跌 不少法拍屋溺水屋都涌出市场 市场供应是很大的 可是需求呢却很少 但如今呢房价却是在上涨的阶段 而且因为低利率的关系 市场供应少需求大 所以呢我个人认为 目前使用这项政策 不仅会飙升房价 而且会进一步造成房产供应的短缺 另外呢拜登政府可能会削减 FHA的premium利息费用 虽然这种不免引发这个信用风险啊 简单来说呢就是拜登想通过降价 而推进这个FHA的贷款 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呢就是对于低收入购房者的另一种减免 从而帮助那些入门级的购房者 其实呢各大银行在经济大萧条之后 几乎已经完全退出了FHA的贷款 因为啊这个FHA呢会对他们进行管理 对他们如何管理和分配这个贷款计划 采取相应的打击以及高额的处罚 所以呢独立的抵押贷款银行 现在在FHA的领域呢是占独岛地位的 而且占抵押贷款的绝大部分 拜登呢独处大银行 重新获得这个FHA的贷款 是因为这些大银行啊 他们拥有更丰富的资本 还有负担的能力 可以扩大和加强这个抵押贷款的使用范围 而且呢也便于他们政府进行管理 另外呢大银行还受到这个 社区再投资法的约束啊 那些非银行是没有的 因为银行啊有法定义务去投资 其接受存款的社区 也就是资金再投资 那么拜登呢还希望加强这个法案 使其呢也适用于那些非银行的贷款方 那么将房屋贷款提供给更多的人 同时提供更多的守护援助 这些呢都可能会加剧住房短缺 并且推高房价 但是啊拜登也打算支持 房地产建商并鼓励他们开发更多新盘 盖更多的新房子 盖更多容易负担老百姓们都能买得起的房子 什么类型的房子更容易负担得起呢 依我来看啊就是容积率大 密度高的多住户建筑 比如说连排别墅 condo屋 townhouse apartment 公寓等等等等 那么拜登计划减轻建筑商的一些监管负担啊 希望通过这个放宽他们的正法法规 使建商们更容易的去建新房和多住户的小区 让更多的老百姓和普通家庭呢 可以买得起房子 这呢不禁让我想起了杜甫的 安德广沙千万间 天下寒事聚欢言 这个典故 这个典故呢来自于我们中国唐代大诗人杜甫 他在旅居成都的时候 所写的一首诗 诗人呢好不容易盖起了茅屋 刚刚定居 却遇上来势汹汹的秋风 将他的房子屋顶掀掉了 然后呢不凑巧的是 天又下起了暴雨 这正是屋漏又逢连夜雨 诗人呢在这个时候感慨 长夜漫漫 屋漏床尸 天冷人乏 如何能爱到天亮啊 再继续将这个思想升华 理想升华 直接就忧国忧民的情怀感叹到 如何可以建造千万间高楼大厦 让普天之下 贫寒的老百姓都住上房子 欢乐开怀呢 其实这个思想呢 也跟咱们中国的儒家思想 人民爱物 名为邦本 本顾邦宁 颇有共同之感啊 不知道拜登的智囊团队 是否也参考了一些 咱们中国的儒家之道 多盖经济适用房是一个解决 低收入家庭住房危机的方式之一 不过呢 它会产生的问题就是 大多数对建商的监管法规 都是环保方面的 取消或者是放宽 无疑会对这个环境保护议题 产生更大的影响啊 不过这些呢 就是题外话了 我们今天呢 还是着重量房子 是吧 那么另外之前呢 拜登的竞选平台 也一直呼吁进行住房建设 并且呢 目标是在十年内 建造150万套住房 和经济试用房 为低收入者呢 提供住房 若是这个计划得以实施 无疑是对低收入家庭们的 一大福音 不过呀 具体说到想到 是否能做到 这也是个问题 还是这些呢 只是这些政客拉选票的伎俩 也就让我们大家去静观其变 拭目以待吧 最后呢 让我们再来聊一下 目前的房贷利息 20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呢 利率一直徘徊在 历史最低点的附近 这些呢 都助长了购房热潮和房价暴涨 低利率呢 给买家带来了更大的购买力 使他们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中 可以出价更高 同时呢 美联储一直在购买抵押贷款的债券 从而人为的将这个利率 维持在这个较低的水平 所以呢 他们可以在大流行期间 帮助这些购房者 而且也帮助到了房主们 怎么样帮助到房主们呢 房主们可以以创纪录的低利率 对抵押贷款进行再融资 也就是常说的refi 把房子里的钱套出来 从而呢 帮助他们度过危机时期 另外呢 尽管拜登是无法直接控制 这个抵押贷款利率的 但他对经济的影响 肯定会影响到美联储的决策 如果拜登的经济刺激措施 和积极的疫苗接种计划 导致持续的经济增长 那美联储呢 不会一直把资金放回到市场了 那个时候呢 利率就会小幅度的上调 但是经济复苏呢 也会综合抵消掉 这个利率上调带来的负面影响 所以呢 这也验证了我之前的那期 2021年房产预测的视频观点 有兴趣的小伙伴呢 可以去翻看一下 好了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视频 我是米娜 如果你是新朋友 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请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推送我的视频消息 如果你是老朋友 欢迎回来 感谢你对我频道 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 那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